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听老贾讲财务 我们继续来进行驻看财务成本管理 这门课程的习题强化版的学习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专题 财宝分析和财务预测 在这个专题里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首先一个就是关于财务比率的计算 在计算方面 需要掌握每一个草比率 它的计算方法 以及计算的口径 这些草比的计算 没有说哪个重要 哪个不重要 都要同种掌握 你比如说我们在计算速冻比率的时候 它是用速冻资产 除以流动负债 那么速冻资产包括哪些呢 讲的就是口径问题 再比如说这个利息保证倍数 利息保证倍数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在分子里面 我们说要用这个税前利润 要加回这个利息费用 那这样的话呢 分子呢我们调整出来 叫税税前利润 那分母里面呢 这个利息支出 那要注意一下 它既包括这个利润表里面 进入财务分用中的利息 同时怎么样 也包括进入资产负债表里面的 这个资本化利息 这就是口径要清楚 再比如说这个应收账款的周转次数 它是用这个营业收入 除以这个应用账款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分子里面 这个营业收入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怎么样 用的是收入总额 对吧 那么分母里面的利润账款呢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它是用扣除花位赦准备之前的 那个账面的余额 来表示的 它是不能用净额 那么就类似这些口径呢 我们得搞清楚了 这些口径搞清楚 我们计算才能够保证正确嘛 我们有些考生呢 只会背这个公式 背这个比率 背下来之后呢 结果口径没弄清楚 没搞明白 这个分呢 也拿不到手 接下来呢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 就是这个草比率 我们的计算的时候 比如说 涉及到资产负债表项目了 我们一定要看好了提的假设条件 它是用这个年末数 还是用平均数 要按照我们提的假设来走 你比如说我们算这个资产负债率呀 流动比例呀 速度比例呀 比如说人家让你用平均数算 那就平均数 没有说明的话 那你可以用年末数算 那么再有呢 比如说我们计算这个 营运能力的比率 还有呢 就是盈利能力比率里面 你比如说 这个总资产净利率 比如全益净利率 那里面呢 也会涉及到 资产负债表上的项目的金额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给出了资产负债表的年术年末数 那就必须得用平均数 没做说明的话 有做说明 那就按照说明来做 比如说 是你告诉你了 说涉及到资产负债表里面的 这些年末数 代表平均水平 那你拿来可以直接用就OK了 接下来呢 第三个方面需要注意的 这是我们这里面呢 涉及到管理用的报纸编制 比如说 管理用的资产负债表 和管理用的利润表 那这里面呢 我们在编制这个管理用资产负债表的时候 那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对于这些项目的区分 哪些属于金融资产 哪些属于金融资产 哪些属于金融负债 哪些属于金融负债 这个搞清楚 当然呢 这些区分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呢 不会考那么复杂 我们把那些常规的项目 搞清楚 弄明白就可以了 你比如说涉及到短期借款了 长期借款了 应付债券了 这都属于典型的金融负债嘛 那你比如说 像存货呀 应融账款啦 固定资产啦 这个非常典型的 都属于金融资产嘛 你比如像经营负债来讲的话 你比如说 像应付账款啦 应付票据啦 预收账款啦等等 这些就是没有特殊说明的时候 就很容易区分和识别 你比如说你告诉人了 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有说吗 那肯定是金融资产嘛 这里面比较特殊的 就是货币资金 那货币资金呢 它在题中会告诉我们假设条件 它是属于金融资产呢 还是属于金融资产呢 还是一部分属于金融资产 一部分属于金融资产呢 所以货币资金 它会明确的告知我们 那不用紧张 那么另外呢 就是在管理用的利润表里面 我们说要区分出来 金融损益和金融损益 那我们说在 金融损益计算的时候 还记不记得那个五大项目呢 就是营业收入 减营养成本 减收入基付加 减管理费用 减销售费用 这是最常用的 这么五个项目会设计 那么如果说 这题再稍微复杂一点的话 那就可能会涉及到什么呢 涉及到比如说 我们这个资产兼资产损失上 供应借变成收益呀 投资收益呀 可能会有这些项目 那这些项目呢 我们通常题中会明确告诉我们 里面有多少经营性的呀 有多少金融性的呀 会告诉很清楚 那这题呢 我们说如果考的简单一点的话 这个金融损失怎么样 就只涉及到这个财务费用里面的利息问题 那就说 什么资产减资产损失啊 固定家里变得收益呀 投资收益呀 这些东西都没有 这就是比较简单的 稍微复杂点的话 那就意味着 像资产减资产损失 固定家里变得收益 投资收益 可能增加上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们在平时学习的时候怎么样 不要故意纠结是吧 那再有呢 就是关于管理用的限领量表 那这里面呢 就会涉及到 这个限领量怎么去计算 包括实体限量计算呢 股权限量计算呢 它就是债务的限量计算问题 那么这个计算呢 我们说 它和我们这个企业 加上评估的一块 将现金流量的 直线模型 能够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再有就是 这个管理用的 超分极体系 它的一个基本构成 和这个因素分析法 结合 然后去分析 在管理用的 超分极体系里面 注意那些指标 都怎么去计算 对吧 像净金融资产净利率一样 水后利息率 净债务杠杆 这是关键的指标 非常基础 接下来呢 第四个问题 就是这个因素分析法 和比较分析法 结合来使用 那这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个比较的时候 搞清楚了 是何水比 那个比较对象是谁 那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当时在技术经济班里面 曾经讲过 下角位为一 下角位为零是吧 这个下角位为零的 那就是比较的对象嘛 跟水比 假公司相对于乙公司 分析权业净利率的差异 那就是假和乙比嘛 所以说呢 在算差异的时候怎么样 应该是用 假公司的权业净利率 减去乙公司的权业净利率 或者说呢 这个假公司和行业的均值区比 那这时候呢 我们说比较对象 就是行业均值嘛 这些细节地方 你是不能出错的 是吧 接下来呢 第五个问题 就是这个内涵增长率 与可吃增长率 怎么去区别 说我们要计算一下 2024年的 这个销售收入增长率 那么这个销售收入增长率 到底是内涵增长率呢 还是可吃增长率呢 得分清楚 如果说2024年的时候 没有外部融资 没有可动用金融资产 那么计算一下 2024年的销售收入增长率 这时候怎么样 你计算的就是内涵增长率 这时候呢 你计算的就是内涵增长率 那么如果2024年的时候 没有股票发行 没有股票回购 说经营销利也不变 财务政策也不变 那你计算2024年的 这个销售收入增长率 其实计算的就是 这个可水增长率 那你把23年的 可水增长率算出来之后 其实就是24年的 这个销售收入增长率 这就OK了 这是基本概念的一个理解 那这些概念 如果没有理解到位的话 你说我背了半天公示 你看这份是不是拿不到手 所以这是核心的关键点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专题里面 考我们主关题 可能会怎么去设计 首先一个 就是国安利用的报酬编制 这里面呢 涉及到国安利用的资产负债表 国安利用的利润表 它的编制问题 然后呢 结合我们这块的外部融资数量的测算 那么同样呢 还会涉及到 这个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的计算 是吧 你外部融资额会算了 那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 自然就清楚了 这个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 算出来之后 有什么用途 要清楚的 那么再有呢 就是关于这个 内含增长率和可吃产增长率 也可以结合在一起来算 那这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可吃产增长率算出来之后呢 那我们还要注意相关的这种文字解释 就是涉及增长率和可吃产增长率 两者就在关系 是吧 在平衡增长的时候是什么样 非平衡增长的时候是什么样 这个非平衡增长的话 那就意味着 你的涉及增长率可能高于这个 可吃产充率 可能低于可吃产充率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这些问题 那另外呢 我们说对于这种非平衡增长的时候 你也得需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我们经营效率呀 财务政策里面呢 相关指标如何变化 那么这些地方呢 就稍微有点复杂是吧 在非平衡增长的时候 相关的比率并满足什么条件 这也要清楚的 那么接下来呢 还需要注意一种类型 就是管理用的 这个资产费表 利润表 它的编织 然后呢 和我们这个企业价值评估去结合在一起 那在企业价值评估里面呢 我们说有现金流量得现模型吧 所以说这里面 就需要计算出这个 现金流量 有企业的实力限量 股权限量 债务限量 那么当然呢 我们结合这个企业价值评估的话 这里面还会涉及到 比如说这个资本成本的计算 对吧 股权资本成本了 这个债务资本成本了 加权平衡资本成本了等等 那接下来呢 第三个方面需要注意的 那就是 国安利用的操分析体系 这里面呢 涉及到 这个分析体系怎么去运用 这个分析体运用的话呢 那就会涉及到指标计算是吧 同时呢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和这个因素分析法去结合嘛 那么跟因素分析法去结合 就跑不了比较分析是吧 因为只有比较的时候才能发现这种差异嘛 那么另外呢 我们是同样道理 涉及到这些 比例的计算 这些东西都结合在一起 这些比例呢 未必直接告诉你 是吧 别让你自己算出来 那么当然了 这个指标算出来之后 如果算错了 那就麻烦了 那么另外呢 我们说对于这些指标 是什么样的含义 它的经济含义呀 反映什么样的一种这个 分析能力的显示啊 我们说反映的是营运能力呀 常债能力呀 还是你的盈利能力呀 这些东西 大概都要清楚 其实这种文字性说明的话 讲的就是一种 指标含义的解释 以及这些指标的划分 那就是我们在学习本专题内容的时候 把这些地方呢 需要特别关注一下 作为第二专题 我们说呢 每年在主创题里面 我们说都会涉及到 最近这两年 他在考我们的时候怎么样 是把这些指标计算 和这个投资项目的资本预算 结在一起了 和这个业绩评价 结在一起了 不管怎么去结合 这些指标的计算 我们说会涉及到的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这个国安利用报纸编制 和这个 企业价值评估结合在一起 也是这两年比较常见的考法 那我们 这个 今年代 对这部分内容把握的时候 你还得 围绕这个方向去把握 也许还会这儿出 因为这种出法非常常见 很常规 对吧 说我们跟企业价值评估结在一起的话 那非常常见的 这是必须会的 下面呢 我们具体来看题 在计算速冻比率的时候 把存货呢 从流动资产中 替出的原因 他说不包括哪个 我们在计算速冻比率 我们说是速冻资产 除以流动负债吗 把存货 踢出去了 那就是存货属于非速冻资产 为什么 选一下 他说可能存在的部分存货 已经损坏 但尚未处理 那得张上放着 没有意义 所以这个怎么样 这是我们踢出的一个原因 这是踢出的原因 表述正确是吧 接下来看P选项 部分存货呢 已经抵押给债权人了 那么已经抵押给债权人的话 这并不是说我们计算速冻比率的时候 扣出的原因是吧 说某项资产已经做抵押了 那就意味着将来公司破产精算的时候怎么样 这个资产就拿来 优先去还这个债权人去 所以这个呢 不是扣出的原因 最选项 可能呢 有成本与变形金额相差 较大的存货估价问题 既然这个相差较大 所以说呢 我们就不能够按照 这个包表上说的劣势金额了 是吧 所以说应该提出 这是提出的原因 表述正确 选项 存货呢 可能采用不同的计价方法 那么采用不同的计价方法 就会出现不同的信息 是吧 所以说呢 你也就不能够正确去反映它的 这种速冻比率了 反映它的常债能力了 所以说把它提出 这个表述正确 那我们说呢 不包括的原因 那就是什么 就是B选项子 好 接下来看下个题 基于哈佛分析框架 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 操保表分析维度的事 我们说按照哈佛分析框架 操保表分析的维度呢 有四个维度 我们说有战略分析 有会计分析 有签订分析 还有个财务分析 那这里面怎么样 我们说是没有这个因素分析的 因素分析呢 我们说那是财务保表的分析方法 所以说呢 选项呢 应该是C选项 接下来呢 看下个题 下列呢 关于营运资本 和营运资本 配置比率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A选项 营运资本越多 他说企业 财务状况越稳定 我们说营运资本呢 它等于流动资产 减去流动负债 也等于长期资本 减去长期资产嘛 那么营运资本越多 那就意味着 长期资本 在满足长期资产之后 剩下的余额越多嘛 那么剩下的余额越多 就意味着我们短期 暂时不需要归还 所以说压力小 财务状况稳定 因此呢 A选项是正确的 B选项 营运资本越多的企业 他说流动比率越高 比如说有个企业 他的流动资产呢 假如说是1500万 这个流动负债呢 比如说是1000万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你算出来的 营运资本多少呢 营运资本是500是吧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块的流动比率多少呢 流动比率 那应该是这个1500 然后除以是1000吧 等多少呢 等1.500 那比如说我们另外一个企业 他的流动资产多少呢 比如说流动资产是400 然后流动负债呢200 这样的话呢 他的营运资本是200 那么他的流动比率呢 我们说这是400除以200 等于多少呢 等于2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判断出来了 是吧 你营运资本多的 你的流动比率 未必高吧 所以说这个B选项怎么样 它就不对了吧 C选项 营运资本的配置比率 越高的企业 他说流动比率越低 营运资本配置比率 怎么算出来的呢 它是用营运资本 除以流动资产了 那么营运资本的配置比率 和流动比率 是同方向变化的 要高就多高 要低就多低 所以说呢 C选项就不对了 那同样D选项就不对了 是吧 那么营运资本的配置比率 具体算的时候 我们说 是用营运资本 除以流动资产 就是这些 基本的概念搞清楚 是吧 因此呢 本题 正经选项呢 应该是A选项 接下来看下个题 现金流量 与负债比率 反映企业的 长期产业能力的 一个财务指标 在计算 年度现金流量 与负债比率的时候 通常应该使用 负债的一个什么计划呢 我们说应该使用 它的年末余额 年末余额 才是表示 你要偿还的金额 所以说呢 正确选项 应该是B选项 接下来看下个题 某公司呢 目前的流动比率呢 小于1 收购原材料一批 价款呢 5万元 不考虑增值税 则该业务发生 会使公司的流动比率 怎么变化呢 我们说流动比率 小于1的话 那就意味着 分子是小于分母的 那分子是小于分母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分子分母上 同时增加上相同的金额 那这时候呢 意味着你分子的增加幅度 就会大于分母的增加幅度 因此呢 应该导致 该纸别应该上升 那在这里面 我们说 为什么是分子分母 增加上相同的金额呢 我们说 你奢购原材料 那就意味着 你的原材料存货增加 表示流动资产增加了 奢购的话 表示你流动负债也增加了 你看 是不是分子分母 同时增加相同的金额5万呢 我们说 导致指标应该上升的 其实有的时候呢 像这些东西 我们也不要过于纠结 是吧 就很简单的例子 也就非常方便了 你比如说 这企业 它的流动比率小1嘛 那小1 比如说 我用1比2来表示 这是小1的吧 那如果说分子分母 加上个相同的一个金额的话 我比如说 我分子加上一个1 我分母怎么样 也加上一个1 那你看得到什么了 这块不就是三分之二吗 能看不见了吧 那就意味着 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你看看 是不是这指标在上升呢 很简单的判断出来 是吧 所以说我们做这些选择题的时候 怎么样 一定要灵活一点 是吧 一定要灵活一点 接下来看下个题 下列业务中 能够降低企业 短期长债能力 A选项 企业采用分期付款 来购置一台大型的机器设备 那分期付款购置 我们说就会导致现金流出企业 那么现金流出企业的话 那些长债能力应该是下降的 所以说A的表述是正确的 B选项 企业呢从某国有银行取得三年期的五百万元的贷款 三年期的属于长期的是吧 那么我们取得贷款了 那就意味着我们现在现金增加了 可以保证我们短期债务的偿还是吧 所以说他应该是提高了短期贷款能力 而不是降低 所以说B呢就不对了 C选项 企业呢向战略投资者呢进行定向增发 还要获取现金 我们现金多了吧 另外呢我们的股东权益这块增加了是吧 所以说对你的短期贷款能力应该有提升作用 这个C也就不对了 选项 企业呢向股东发放股票鼓励 发放股票鼓励 我们说他并不导致资产负债和所有权益总额的变化 所以说呢 他对你这个贷款能力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因此呢我们说正确选项应该是A选项了 接下来看下个题 假公司呢2021年净利润呢7500万元 所得税的费用呢2500万元 利息支出呢2500万元 其中费用化的利息呢2000万元 资本化利息呢500万元 假公司2021年利息保证倍数 利息保证倍数应该是用息税前利润除以利息支出吧 那么息税前利润怎么算出来的呢 应该是用净利润 然后加上这个所得税的费用 不就是税前利润吗 税前利润呢 我们得加上财务费用里面的这种费用化的利息 算出的是息税前利润 那么息税前利润有了之后怎么样 除以利息支出 而这个分母里面的利息支出 注意是包括两块 一部分是费用化利息 另外一个呢就是资本化利息 这样的话算出结果来 那正确选项呢 那就是C选项了 这就是基本公司的考核 是吧 接下来来看下个题 既不影响现金比率 又不影响速动比率的事 我们说现金比率呢 是用货币资金除以流动负债嘛 速动比率呢 它是用速动资产出于流动负债嘛 那么A选项存货 应该说对这两个比率的计算 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说选项呢 应该A选项吧 B选项呢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呢 我们说它会影响速动比率 它不影响这个现金比率 所以说B选项不对了吧 应收票据 同样道理 它影响的是速动比率 不影响这个现金比率 接下来看D选项 D选项呢 我们说它是短期借款 短期借款呢 属于流动负债 那流动负债的话 就意味着 对现金比率和速度比率计算 应该都有影响 所以说呢 D选项也就不对了吧 那正确选项呢 就是A选项了 接下来看下个题 甲公司呢 去年每股收益呢 4元 每股发放股利呢 2元 那就意味着 留存多少呢 留存2元吧 留存收益呢 过去一年中 增加了500万元 年底呢 每股净资产为30元 负债总额呢 5000万元 甲公司呢 没有优先股 那就意味着 股东权益 都属于普通股的股东权益了 他说年内呢 没有普通股的发行和回购 就是股数没变 对吧 这甲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多少 资产负债率 应该是用负债总额 出于资产总额吧 那负债总额呢 现在告诉我们 这块有5000万了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 资产总额算就可以了 那么资产总额怎么算呢 资产总额不就等于 负债加上 收入权益吗 那这里面呢 我们就需要注意一下了 你这块呢 每股收益是4块 发放股利呢 是2块 那就意味着呢 你留存了 每股是2块 你留存了每股是2块 那么这块的留存收益 他说这一年 一共增加了是500万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你这个股数 到底多少股是吧 那股数有了之后呢 我们说你每股 经资产不是30吗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来 这个年末的所有权益呢 年末的所有权益有了 加上这个负债 不就是总资产吗 然后用负债 除以总资产 OK 40%的一个资产负债率 就出来了 这就是基本的指标计算 是吧 接下来看下个题 假公司呢 2020年的营业净利率 比2019年呢 下降5% 总资产的周转率呢 提高10% 我们说这总资产周转率 如果没有特殊说明 指的都是什么呢 都是总资产的周转次数表示 假定的其他条件呢 与2019年相同 他说假公司2020年的权益净利率 和2019年相比提高多少 那这时候呢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的 这个权益净利率 它不就等于 这个营业净利率 然后乘以这个总资产周转次数 就是总资产周转率 然后再乘以什么呢 乘以这个权益净利率 这不就是你的权益净利率 表的方法吗 比如说我们用ABC代表 是代表19年的 那么2020年的呢 2020年的时候 他说营业净利率 比9年下降5% 那你说2020年多少呢 那就应该是用A乘以什么呢 乘以这个1减5%呗 这不就是2020年的 这个营业净利率吗 那么2020年的总资产周转率呢 他说提高10%对不对 那我就可以怎么样 用B乘以什么呢 1加10%呗 我可以这样写吧 他说其他条件不变 那就意味着权益成数没变呗 那还是C是吧 那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不就可以把这几个数 都表出来了吗 能看明白了吧 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我们前面这块呢 代表什么呢 代表的就是 20年的 这个权益净利率的水平 那后边这个怎么样 代表的是 19年的这个 权益净利率水平 然后怎么样 我们用这个差额 除以谁呢 除以这个 19年的这个水平 是吧 送上结果来 不就是你权益净利率 提高的一个百分比吗 这没问题了吧 应该是一减百分之五 乘以什么呢 一加百分之十减一 不就是结果吗 对吧 那正确选项呢 那就是A选项 接下来看下个题 假设某公司呢 本年的净利润呢 1200万元 流通在外的普通股的 加权平均股数呢 1000万股 优先股呢 100万股 优先股的每股股息呢 2元 如果年末的 普通股的每股市价呢 20元 该公司的市盈率说上 市盈率 应该是用市价 除以每股收益啊 那这个每股收益 怎么算出来的呢 应该是用净利润 减去优先股的股息嘛 优先股是100万股 每股股息是 2块 那这样的话 那算出结果来 这不就是一个 归属于普通股收益吗 然后再除以股数 算出每股收益是吧 每股收益了之后 用这个每股市价 除以这个每股收益 算出结果来 不就是市盈率吗 正确选项 正确选项 那就是B选项 每股市民都会认为 我们的股市民都会认为 我们的股市民都会认为 这不就是一个股市民都会认为 那是一个股市民都会认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